哈囉 今天你們好 今天想給大家做一個開箱 就是我剛收到的這個 這個是來自Zicole 它是很神奇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打開給你們看就知道 原來是在韓國之中 可能你們會想 這是一雙鞋 有什麼好神奇 一雙彈簧鞋 超級酷的 然後裡面有送我這個半碼的鞋墊 因為他們家鞋子好像沒有半碼 然後還有送一雙襪子 主角要來囉 就是這樣子的一雙彈簧鞋 我在網上看到的時候覺得好神奇 所以穿上厚厚的襪子 我的鞋就會過大了是不是 看出我這個造型怪怪的 但是真的很舒服 走起來好省力喔 跳起來 就我以為它會很容易到 你知道嗎就可以回來了彈彈彈 結果不是 它蠻默的 差不多到兩千塊錢 因為這雙鞋它很舒服嘛 然後符合人體的設計 所以在官網上面有說 它非常適合這個老人家去穿的 我當時還想說你是在逗我嗎 老人家穿這種彈簧鞋 結果自己穿它之後發現 它沒有在逗比 像大家平時走路的時候 腳後跟會比較用力嗎 像我自己就是非常符合人體力學 衫的打扮我覺得還是蠻酷的 給你們看一下他們家還有的別的一些鞋款 然後呢它這一個後面的彈簧 居然是可以換的 然後還有這種馬丁靴款 唯一的缺點除了長相之外呢 就是穿這雙鞋有非常多的rules 比如說呢你不能夠在有Cable 電線的地方走 因為可能你會被絆倒 然後我現在想 哪裡地上會有非常多的電線呢 然後它就不能放在陽光下 這是真的 我把它放在院子裡面嘛 然後呢陽光照射 沒有多久它就變成這樣子了 有沒有超級穩的 好我現在穿著它來開車 看看開車怎麼樣 開車的話我感覺 跟普通的運動鞋差不多 沒有什麼大的感覺 就很多鞋子其實它也會有一點點氣墊啊 在後面 但就是沒有把它露出來 然後現在是晚上我穿著這雙鞋子已經一天了 我穿了一天之後我覺得它值這個錢 就當時我買的時候我覺得280美金買這麼一個鞋子 還長的這個樣子的 我是覺得有點不值的 但是結果今天穿了一天之後 我居然還覺得它還某種程度上還蠻好看的你知道吧 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還蠻輕的 而且最重要讓我覺得驚訝的是它真的很穩啊 你看我懷孕五個月都能穿著它這麼穩 都能夠這樣子走啊 來回還能夠跳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不要忘了點讚關注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